所以我们今天去看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非绿果在打预防针 这个方式是大家希望看到的结果 但是真正结果出来 能不能够赢过赖清德 我还是打一个五号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角人张有话 侯柯佩跟柯侯佩 这两个配一定会赢过赖清德的赖消配 这个是一家媒体 他所做的民调上面显示 那很多人 很多非绿选民看了军心大政 认为你们一定要和 但是确确的说 我必须泼人水 这种配不管怎么样 你都无法抹灭一个 政治现实上的一个大问题 你认为这种配能够赢过赖消配吗 你认为能够赢过 那现在很多人都支持 所谓的侯柯佩或者是柯侯佩 你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重要的因素 郭台铭的因素没有解决 那第二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说民进党截至目前为止 还是铁板一块 就是说民进党纵然不堪 他至少在民调上面 还是赢过了你们 所以就是说 今天非绿选民的集体焦虑 就是在于说 有六成的民众希望政党问题 但是这六成的民众又是不团结 那你怎么办 他们一直以为 任何选举一加一必然大于二 或等于二 事实上我讲过 一加一未必大于二等于二 甚至于是小于或等于二 因为各位要知道 所谓侯佑的票 深蓝选票 他现在他之所以跑掉 就是要看你侯友宜怎么样 让深蓝选票回归 但是柯文哲的票 不管怎么样 至少在柯文哲的内参民调里面 有30%是不投蓝不投绿子投牌 当你跟蓝结合的时候 这些选票会不会放在侯友宜的身上 我打一个问候 这个是侯科配不可预料的变数 那科侯配呢 就是深蓝选民会不会支持柯文哲 所以这两个变数的存在 再加上还有一个郭台铭没有整合性 所以我们可以说 现在蓝营的很多政治人物在开始酝酿一种氛围 就是说打预防针事的氛围 只要柯侯配或者是侯科配 决定能够胜过赖清德 正如同当年连颂配 决定可以胜过 贬屡配 一模一样 陈水扁家李秀莲 结果到了最后输了0.03 所以我们可以说 真正的选举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的东西不是这个 或许连颂配的民调碾压陈水扁 但是陈水扁的反制之道 就是守护台湾 守护台湾 他找支持群众 让台湾被围个两圈 大家都去参加了 那换句话说 今天侯科配跟科侯配 他要赢 是赢在他的选战策略 还有赢在他的造势活动 也尤其最后一个月的造势活动 那现在距离选举 坦白说 就剩下了10月 11月 12月跟1月 剩下刚刚好120天 这120天 各位去算算看 你要如何整合 如何整合的过程当中 我就不得不说 好 这些打预防针试的 或者是期待非绿选民 能够站出来的 你的期待值有没有落差 我们今天去看一个选举 坦白说 那我看的绝对不是表面上 你们两个重男合作 两个重男合作 第一个 联合竞选办公室的权责 怎么处理 对不对 那第二个 你们职位的分配 到底那是什么 你们事先讲过了 那你第三个 柯文哲讲 参选道 侯友宜讲 打死不退 我谈海明恩 说 不能忽略我 这三个都是 不同的心思吗 你要把不同心思的人 统统都加在一起的话 你要花多少的时间 那很多人都很乐观 以为 9月我们谈 立委跟不分区 10月我们谈大会参选 这个都是理想 但是当时间一分一秒都拖过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任何的搭配 他必然会有一个盲点 就好比说侯柯佩 现在不是柯文哲一个人的问题了 柯文哲有一个民众党 那郭台铭还好 他没有政党 那你说柯文哲担任是什么 请问侯友宜给柯文哲的承诺到底是什么 不然你国民党有14席 14加1席的执政县市长 你的无论就立委的席次 跟议员的席次 你都超过了 柯文哲 但是问题在于说 侯友宜的民调上门 侯友宜的民调上不来 问题想到太多了 我就不谈了 就是说 如果用民调来比的话 请问侯友宜或者郭台铭他会服气吗 能够用民调来比 这个问题老早解决了 不会投到现在 好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内部 民众党内部跟郭台铭内部 主战派那你怎么安抚 这一些问题 坦白说 坦白说 三个人现在就是一个囚徒困境 就是说我一而在再而三的讲 其中一个要退出的话 这个事情可以协调 一个打死不退的话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协调 那况且没有人愿意当老二 那你请问 那怎么处理 所以我们今天去看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非律在打预防针 这个方式是大家希望看到的结果 但是真正结果出来 能不能够赢过赖清德 我还是打一个五投 我不管 那么不良 我是一对 我会认为 昨天再来 这说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